Commissioning 外官,檢查 手足,開悬 慢點 這是日報照價 英國領事館購買了資料 診施是免선地 北方先生說不能開桌 這些是英國領事館向日本商會訂購的藥品 我不懂英文 不妙 尤其是通關員的分材 大日本帝國的懲戒侮辱 誰是責任的 你一個小小的官員 竟然公然藐視大日本帝國的商會 如果貨品有損壞,誰負責 那如果有人走私撈稅,又誰負責 兄弟,開箱 不如師生說不開箱 住手 你在做甚麼? 你知不知道這位先生是何方神聖? 你知不知道博爺先生每年捐多少錢給你佛山? 博爺先生,真是不好意思 你可以繼續啟發 還在做甚麼?走開 有捐款當然最好 但是例子日本人的話 我寧願不要 李會長為甚麼這樣說 日本國狼子野心 日俄戰爭之後 強奪我國領土 又修建滿洲鐵路 實行經濟侵略 他們是東三省的所作所為 大家都有沒有窮到? 李會長的想法 本人是理解的 但是 在佛山日日本商會 並沒有參與東三省的事務 北野會長和其他外國商人一樣 只是來做生意 其實我們對任何團體 接收的捐款都不是甚麼壞事 非親非故 北野不會無條件捐款吧 這個 北野會長在佛山做生意這麼多年 這次算是回饋 希望大家不要有懷疑的地方 好 天使 你也要做生意 你就以新進幹事的身份 發表下意見 李會長說的 我也認同 說到底 目前徵務會的財政狀況 十分穩健 並不急於任何捐款 天使 先回報告 馬行 天使 你回去好好的勸來李會長 叫他不要再食股不發 市長 我們是讀書人 何必會為一屆無福說幾句話 弄得自己不舒服 嗯 你說吧 告辭 馬行 不送 經過變化後的詠春 善用軟拳 近爭 和癡身術 長短兼臂 詠春的出發 是以反關節為主 不用拉著對方 李書古陳華盛的詠春 是以長橋和低腿為主 經過我不斷改良變化後的詠春 是短橋和高腿兼臂的 其實詠春不應該再分正統和不正統 對我來說 就是不分你我他 詠春是一家 好 再見 中國人是先講姓 後講名的 Jib Man All the best Send to you 拜拜 拜拜 可以走了 再見 葉馬再見 再見 沒有 沒有 謝謝你 Totty 好 葉文 你怎麼回來也不通知聲 幾位 葉文回來了 手信 只是這聲音是我 其他都是你們的手信 都說葉文好兄弟 走吧 你看 你買給我的 這麼多坦肥糖 我怎麼能吃完 我全部都吃完 還要給我哥哥 拿去買的 天節回來了 哥 回來了 是啊 這麼久沒見 謝師兄 還很硬 有練習吧 是否想試試 好啊 來 誰 來 五分一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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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套路來的 榮春 榮春哪有這麼高腳的 你在哪裡學的 再過幾招 好 喂 好 很好 快 好 快 快 好 快 好 快 好 一起一班 做 好 好 做 好 太好了… 弟弟,這也算是詠春嗎? 二汶,很厲害,救我吧 很厲害… 救我吧… 救我吧… 美惟… 美惟… 弟弟,你怎麼實在這麼認真? 我都沒事,剛才不要這麼大力 美惟,休息一下吧 我們一起學吧 你們也很好學,好,來 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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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厲害 這張書法以反關節為主 跟日本有道不同 不用拉著你手 很厲害,我想我… 我想我… 大師兄… 我幫你拿 你的雞很胖,我先拿進去 阿敏,記不記得師傅跟你說過甚麼? 還不回家? 大師兄… 大師兄… 應該不算偏離正宗 何況… 梁碧是我們師傅梁讚的親生仔 至少就跟讚師傅學權 梁碧這個人… 高傲自負 常常會頂撞讚師傅 又跟兄弟不和 可能… 他真的有獨特見解 有獨特見解 也不應該跟自己父親和兄弟不和 我記得師傅先游之後 梁碧的弟弟 就在自己家大院的入口 起了一棟牆 來分隔他們兩家人 這樣… 你就知道梁碧的人緣吧 師傅人是怪了些 但是… 不代表他拳法不好的嘛 外面的人說我們詠春拳 甚少率達招式 但是梁師傅就說 可以用標指拳裡面的吸爭、標手 將對方率達 我試過,效果相當不錯 比傳統一招低的用法 有更多的變法 我來告訴你 梁碧所學的詠春 只不過是師傅的皮毛 你們所有的招式 都是亂作出來的 不破舊立身 又怎會有進步呢 你們還未領略到 榮春的精髓 就這麼貪心甚麼都想學 到最後 一事無成 我不吃,你自己吃吧 達師兄 你別生氣了 阿文剛回來 你可以慢慢教他 好 我現在就教他 我看看在外面 學旁門左道究竟有多厲害 你們起來 起來 起來 大師兄 大師兄 別過來 梁碧教你 起地 辰 黃 快 大師兄 我要求你知錯了 大師兄 夠了 二汶剛剛洗的是榮春嗎 本門榮春 由他剛剛鎖踢這麼高的腿法 這麼高的吸爭 我現在要你通通跪在師父面前發誓 以後不准再學本門以外的榮春 大師兄 不關他們的事 是我要跟師兄弟切磋的 他們都沒有說要跟我 要罰就罰我一個